哈喽大家好,我是花百科的花花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张树为什么是凶树 其实呢,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它的树形一般是比较巨大的 而且它的树冠看起来非常的庞大,总给人一种压迫感 所以大家自古以来都以为这种树是一种凶树 但其实呢,张树其实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做一些家具啊 都可以用张树的树皮和树干来做 而且呢,张树还可以入药 比如说张树油啊,还有它的根系叶子都是非常好的中药材 其实张树啊,大家如果看到了呢,完全不用担心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绿化植物 现在基本上在路边都能够见到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张树是凶树这种话了 好了,关于张树是凶树的问题 花花今天就先说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吧